密尔沃基熊鹿队能够在上赛季一飞冲天夺得总冠军 霍勒迪的加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对于全队进攻的串联 以及防守质量的提升 让球队的球场统治力有了一个质的提升 新赛季开打之后 霍勒迪缺战的几场比赛当中 熊鹿队表现没有达到预期 也很好证明了他的价值 在本场常规赛当中 布登霍尔泽依旧在霍勒迪无法登场的情况下 让字母哥出任了球队的先发控球后卫 但是此一字母哥并没有打出上一场面 对勇士对时的统治力 猛龙队出色的内线防守 没有让字母哥打出高效的个人进攻 这也是猛龙队能够在开局一度落后15分的情况下 反超比分并且长时间保持领先的原因 四截战罢 猛龙队靠着西亚卡姆的全能发挥 最终如愿以偿以103比96击败了熊鹿队 结束了两连败 当年夺得总冠军之后 猛龙队的多名夺冠功臣都选择了离队 西亚卡姆和范弗里特成为了球队的内外线核心 此一面对未免冠军 他们二人都用出色的表现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西亚卡姆更是在比赛当中展现出了自己的全面个人能力 尽管熊鹿队已经想尽办法在场上限制他的发挥 但是如今的西亚卡姆在传球意识方面有了显著的提升 当熊鹿队齐包加时 他能够在第一时间将球传给位置更好的队友 全场比赛西亚卡姆贡献了30分 10个篮板 10次助攻和两次抢断的三双数据 范弗里特此意在攻防两端的表现同样出色 靠着出色的力量 不给字母哥直接起步冲击内线的机会 而且在进攻端也扛起了外线进攻大旗 命中三季三分 得到了17分三个篮板 七次助攻和三次抢断 在他们二人的串联组织下 猛龙全队一共有五名球员得分达到了两位数 其中阿努诺比得到了24分 成为了双和此意最得力的左膀右臂 猛龙队当年能够拥夺总冠军 出色的防守体系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此意他们很好限制住了熊鹿队的两大核心 字母哥和米德尔顿 字母哥在比赛当中 虽然贡献了30分 6个篮板和4次助攻 但是个人进攻效率并不是非常高 17次出手只命中了6球 米德尔顿同样打得非常难受 只有12投三中的表现得到了16分 众所周知 熊鹿队是一支喜欢在比赛当中打出快节奏 攻防转换的球队 但是此意猛龙队明显有意在场上 将比赛拖入到阵地战当中 根本不给熊鹿队打快的机会 全场比赛让熊鹿队的快攻得分只有7分 这也是他们能够以下克上击败强敌的原因之一 本场比赛熊鹿球迷唯一的安慰 就是字母哥在罚球线上的表现不错 17次罚球全部命中 如果他能够保持这样的水准 在霍勒迪回归赛场之后 他们依旧会是总冠军的强有力竞争者 而猛龙队在看到西亚卡姆的表现之后 也会愈发坚定以他作为核心的舰队理念 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快来关注墨上花开谈体育